姜濤的數據排名成績 今天要講姜濤的IG成績 她的follow和近排發展的方向 早前高登仔也出過一段片 關於姜濤的IG近排的成績和上升幅度 都納入正軌了 這次的report依然是講述姜濤的IG 但是這次是有一點回落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就好看下究竟姜濤的IG互動是怎樣 還有我們會講一下IG 究竟在姜濤出post 受歡迎的程度 互動性是怎樣 還有最近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 令到IG的變化 還有跟大家分析MIRROR12指的IG的情況 讓大家好好作出一個了解 還有最重要是去IG支持姜濤 還有幫她在IG繼續回應 這樣吧 好 講一下姜濤現在的IG的訂閱人數 訂閱人數 那姜濤在今個星期就現在是1038974的 在我做這段片的期間 輕微會落了0.11% 那其實說真的 即是我也經常講的 就是IG這個數字 是很難 特別有些過了100萬 怎麼都有上有落 好像譬如說上次一個報告 姜濤是升得很厲害的 而Anson Lo也都跌得很厲害的 那這次就反過來 姜濤稍微跌了0.11% Anson Lo就上升了0.72 這個就不用太緊張 也都不 我看回我的數據 一會我跟大家講回 姜濤和IG帳戶的改變 其實這些數據 是正常不過 是一些很正常的情況出現的 這樣 因為我們看其實MIRROR12指之中 基本上除了Anson Lo和Jeremy 上升了之外 其實Jeremy也不算上升 因為他上升了0.001% 是很輕微的升幅而已 其餘全部都跌0.1% 至0.01%之間 這樣很正常 就是IG調整 你都知道IG有時候 對於訂閱的數字 有時候審批得很厲害 特別是他 我其實做了這麼久 IG的分析報告 我看到IG是這樣的 他不是說一尾升的 他總是去到某些情況 他就會跌一跌 一直又升一升 跌一跌又升一升 他會是上水落落的 我想除了他 因為對於複合檢查之外 還有其實我想 他IG的方式 又有一點點不同 他每隔一段時間 他就會 抽查一些過百萬的IG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所以 在於 姜濤那些過百萬的IG 來講 這些上水落落 其實是很正常 是吧 特別說 他這些情況 又可以從他的IG 一個精細一點的報告去講 其實 老實說 我們看看 姜濤的IG 的情況是怎樣 那麼 姜濤的IG 基本上 他現在的數字 是每出一個帖 可以接觸到他IG 裡面的人是7.71% 即是說 我就當齊頭 我比較容易說 當他有100萬個訂閱者 在IG裡面 即現在他叫做103萬 其實粗略說 是他每出一個帖 基本上 有7.7萬個人 7.7萬人多些 就會接觸到他這個帖 接觸而已 即是看到他這個帖 那這7.71%的人 之中 有7.36% 就會立刻給LIKE 那就是說 當中有0.3-4%的人 是看完就算 是不會給LIKE的 那當中 由於這個 給留言 即在這個留言 就有0.3% 那就是說 我7萬人之中 大約平均的每一個post 有3,500人 就會留言 在每一個姜濤的IG post上面 那你說 在一個過100萬的點擊率來說 其實在世界各地通行 其實都是差不多 這個 這個數字是很正常 即算是高欠 算是高欠 即在於姜濤過100萬IG來說 基本上那個接觸面 給LIKE面 甚至是留言數目 都是正常的 說真的 都是正常不過的一個數字 那 還有這些數字 也都是有所增幅 也都是相當的不錯 是的 那姜濤 即是給一些有趣的數字 那姜濤呢 現在有400多個Follow的帳戶 即是他Follow了你的400多個帳戶 那在這個綜合報告就看不到 可以Follow了些什麼 其實都知道的 大家 那呢 就讓我看看 是的 那 其實在說 這個 即是 那個升幅 讓我看看 那在說 這個升幅 是由這個 今年4月開始的 那根據這個報告 其實4月 就是在2022年的2月開始 應該不是這樣說 應該是說的是 是的 大約2022年的2月開始 其實它那個LIKE的人數呢 是下跌著的 即是一個下跌波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它出IG的頻率 就不是太高 因為IG是一個很有趣的社交媒體的 它呢 如果越多人給LIKE 越多人留言 它相對 將你的POST 是推出去的 那其實呢 這件事情 都不是說 特別 一個很驚訝的操作 老實說 其實很多社交媒體 都是這樣 那但是我們看回 一個轉歧點 就是在說 今年4月 那 在說 就是 今年的4月份 應該這樣說 其實在去年的4月份 都開始上升 但是呢 這個跌幅 為什麼會突然出現呢 就是在說 就是在說 MIRROR的紅管事件 那我們看回數據呢 MIRROR的紅管事件之後呢 無論姜濤還是MIRROR12的IG 的訂閱人數 其實是急劇下滑了很多的 而這個趨勢呢 也是維持了大約3至4個月左右 而姜濤呢 其實她 在那個中間階段 她有參加過 903難球賽之後 腳傷了之後 就突然飆升了一大部份的時間 而那段時間之後呢 就平靜了一段時間 直到最高點 就是在說 今年年初 姜濤的 《七七樂壇》 1月1日一個頒獎典禮 她表演鏡中鏡 那我一次之後 連續七天的post 又或者是 之後的人數呢 是急劇看她的IG 那是因為呢 很多的網民進去IG 甚至是訂閱她 是因為很多haters的攻擊 很多haters說她那次的表現是失準 甚至是新型走樣 甚至是說一個 她叫做不合乎標準的一個表現 但是 老實說 只有不懂 或者是對於她 一直來講 是一個表演事業 不理解的人 或者haters 才這樣去理解 你一直有 然後 追開 或者是說 明白姜濤的表演藝術的人 其實是說 知道她發生什麼事 知道其實她是一個 表演不同的安排 或者是她自己想表演的一個動作 但是我那次的follower就是這樣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就是一段時間了 那 無論是因為 我那次的haters是海嘯式攻擊 或者是說 之後因為要養傷 這樣 其實都剩了一段時間 其實那段時間呢 姜濤的IG 是跌得最厲害 Follower人數是減的 基本上是有減無升 但其實不是急劇減 是一個趨向下的趨勢 所以這一個就是講 姜濤的前半年的事件 那 接著呢 是那段時間 也都是跌破了一百萬的點擊率 那 也都可想而知 因為那時候 後來姜濤也有講述那段時間 就是講著她 她 雖然都接受 或者是看完那些 對她的評價或者留言 但是去到同一時間 也都放下過去的手機 也都是講著 一度是少看了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 那 我都可想而知 你如果那時候 一個正常人 你那時候一開手機 看完你的社交媒體 很多haters進來搞事 個個都罵你的 正常人都不看 誰會喜歡看這樣的東西 那些頻道 經常都被haters攻擊的留言 雖然我們 youtube有些系統 自動過濾了 但是當然那個過濾 就不是很準確 有時候那些好的post 都被我的系統關掉了 那我都沒辦法 那但是 姜濤作為一個面向大眾的藝人 那這些post 她一定入眼的 也都公司沒有幫她 幫她 幫她 或者幫MIRROR團隊 建立一個 社交媒體的管理團隊 幫她篩走這些 惡毒留言 那這些惡毒留言 那這些惡毒留言 就是入了 姜濤的腦子裡面 其實對一個人 都是有影響 所以我那時候 都出過片 建議 建議 你不如建立一個團隊 幫MIRROR12支 管理所有的社交平台 那但是 出post 之前是出 但是你起碼 都刪除了一些惡性的留言 有毒的留言 是不是 那我覺得 對於一個藝人的東西 心靈健康發展 可能 有少許幫助 那當然 在IG的層面上面 姜濤 一直就在跌下去 那去到一個主力點 就是在說今年 那在說今年 他就首次出席一個公開活動 現在的公開活動 都是說一個保險 即是宣傳保險的計劃 MIRROR12支一起出來 那叫做 一起出來 甚至叫做姜濤 甚至MIRROR12支 第一次齊腳 出來做一個宣傳的活動 那我一次就厲害了 那我一次的飆升 就非常之高 那我一次的飆升高到 是這麼大半年來 是首次一個上升的軌跡很高的 那當然裏面有很多post 也都最引人注目就是 他那次的保險活動之後 進行一個很詳細的訪問 那就說了心理理程 譬如他之前說到說 停了用社交媒體一段時間 那還有跟著這個2023年的一些計劃 那這些都很多一個訪問都是仔細去說 那接下來呢 那接下來呢 當然有高高低低低的IG 其實那時候都沒有回到一百萬樓上 那接著發生了很多事情 譬如說 其中有幾個轉譯點的 西九文化音樂節 跟著就是 還有很多我看的那個report 就是說 他的品牌的出生 to zero 是不是 去這個大馬沙灘演唱會 還有 無堂可開可樂的宣傳 唱追那個時候的post 等等都令到姜濤 都成為一個焦點 在IG裏面 那其實呢 看回呢 他那個IG的成份 那其實講的呢 那個report呢 就是講的呢 姜濤其實今年呢 升幅得最厲害的一個時段呢 就是 講的他生日的時段 那而當中呢 也都篩選了 叫做caption caption work 就是他講的呢 姜濤在他那麼多IG post上面呢 最引人注目的字眼 還有那個時段是什麼呢 就是他今天生日了 就是 講的 即是他篩選了出來 知道最近有些粉絲開始為我 籌備生日和新歌的應援 對此我非常感激 我想講 你們的心意呢 我全部都收到了 希望呢 今年呢 就是 即是繼續 類似這樣的post 那其實講的呢 今年的生日呢 絕對是 姜濤IG的一個爆聲 無論Florida 或者是那個點擊人數 都是一個 屢創新高的時間 其實今年的生日呢 對於姜濤來講呢 別具意義 當然 他24歲生日是一個很年輕 而且 今年的活動 是姜濤首次 首次啊 首次 正一當日 出席 姜濤的聚會 而今年4月31日呢 就在科學園 姜濤呢 就是 為他的生日 做一個慈善暴行的應援活動 那麼 那麼多個款項呢 之前 高登仔都有報了 那麼 就有不同的受惠機構 那麼近來也都出了report 那麼 那麼 他430的活動呢 就 風 風 前 那麼熱鬧 還有那麼 很多人呢 去轉載這個 這樣的生日活動 那麼 而當中呢 是說著呢 而當中呢 是說著呢 姜濤呢 他也都有在自己的IG那裡post 譬如 哇 他在窗口那裡呢 就偷望 在下面科學園一眾的姜濤的活動 偷望 然後就是出場 那麼大家大唱生日歌 預備生日禮物 不是 預備生日蛋糕 當然還有很多生日禮物 但我不知道姜濤 收了多少 那麼 但是當然姜濤 只是說 你寫信給我 就OK 你知道他一向喜歡收信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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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直是說著 他每一次出席活動呢 都會帶幾封信去旁身 那麼 就去 到時候欣賞 那麼 所以呢 其實430這個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無論他的 他的 IG post 無論他的 IG的like數 或者留言 也都是創了很高的 的 的聲幅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姜濤的其中一個 轉役點 那麼 跟著也是說 之後的一些後續post 譬如說 姜濤的 所有的廣告 那當中呢 其實有幾個廣告的IG post 對於姜濤來說 都是非常之重要 那麼其實在IG裡面 在說 譬如說 Susado 這個 匯豐銀行的保險 說一些可可樂 牙膏 這樣的廣告 都能夠 帶起了整個姜濤的IG的聲幅 那由於當中呢 其中一個 最重要最重要 其中一個廣告呢 就是可可樂 其實為什麼 可可樂在這個IG post裡面 都出現了 那麼重要的地位呢 我想一來 姜濤是這個可可樂的代言 即是說這個 無堂可可樂 那麼 我這個代言呢 就非常厲害了 那麼 厲害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說 他那個可可樂公司的 宣傳的攻勢呢 是非常之優秀 他在說什麼呢 他是在說那時候 他為了宣傳無堂可可樂 找了姜濤做代言人 而這個姜濤做代言人呢 他呢 有一連串的活動 那麼一連串的活動 是在說什麼呢 那樣 就在說姜濤卡 那麼姜濤卡呢 那時候呢 大家買無堂可可樂 那麼就可以抽到這個姜濤卡 那麼作爲一個收藏的用途 那麼收藏不只喔 每一張的 無堂可可樂的卡呢 都會有這個QR Code 那麼大家掃它呢 小則呢 就有些禮品啦 那麼跟著呢 也都有一個黑膠碟 就是無可取代的 那麼無可取代這個黑膠碟呢 還有喔 還有這個 可可樂的見面會喔 那麼當然我會人數有限 那麼但是正正這些 這樣的promotion 這樣的宣傳 就令到呢 姜濤呢 在這個可可樂的宣傳時間呢 是非常之出色 那麼很多IG的post 都有提到這個可可樂 那麼很多人呢 就為了這些這樣的post 去看姜濤的IG啦 那麼那時候的升幅也都很厲害 也都之後呢 過了100萬了 這樣子 那麼 那麼 可想言之 姜濤的 和可可樂 在那段時間 是多麼重要 而且 大家記得喔 《無可取代》這首歌 大家記得些什麼 《無可取代》 是說著 可可樂 是故意為姜濤 而作的一首廣告歌 而這一首這樣的廣告歌 是說著 在那段時間 大家都在等著第11胎 的正式派台和MV 而之前也都在說著 一個 作品的說話 在一個長時間 沒有歌的作品之下 的一個 另類一些的廣告新歌 雖然它叫做歸納為廣告歌 可能有些 串流平台也都上不了 因為 有些串流平台是 不批准廣告歌上去榜的 但是 問題就是 因為那段時間 很多的 滯爪 很多 滯爪 總之 令到11首歌 Dummy這首歌 就一波三折 但是出了來 喂 喂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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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派台 就先 先出這個Live 是吧 西九龍文化音樂節 加上這個 大馬 沙灘音樂節 就出了這些 這樣的 現場演繹 但是都未肯去出 post 即是未肯去上台 將這首歌 未有這個MV 及後我們知道 姜濤為了這首MV 亦都走了去台灣 是不是 走了去台灣那裏 就 觀錄這首 或者拍這首MV 但是 當時大家都不明所以 不知道為什麼 要特意飛去台灣 香港拍不到 原來走去台灣 是找 小豬 和小豬的排舞老師 大木老師 特意為這首MV 排舞 和拍的 在台灣 當然 大家都明白 但是 大家都要忍耐 等了很久 大家 現在 吹致藥步 那 多多 後期 多多後期 就是 姜濤的 無可取代 這首歌 亦都在一些的流行榜 那裏 或者是 在這個YouTubeMV 得到很好的成績 那 及後 有一個更加 勁的 IG 勝福 就是 講 姜濤的 可可樂見面會 當然 可可樂見面會 出現的時間 正正是姜濤生日之前 那幾 一兩天 對不對 Exactly 好像是兩天 那 他 一出現 大家當然不知道 後來 原來430 姜濤 是會出現那個慈善暴行 在莫里 在科學院 但是 那次的姜濤 因為不知道 所以他們 就基本上 是把握每一個機會 和姜濤講生日快樂 甚至是 找了一個機會 就向他 唱生日歌 那樣 而且 可可樂 這次的見面會 亦都是造就了姜濤 和姜濤 舉行一次 溫馨的沙會 大家沒有聽錯 是舉行了沙會 而 這一次的活動 原本 是可可樂的一個 姜濤見面會 是要來 promote 毛唐可可樂 但是 那次的活動 亦都 post了很多 IG 上去 亦都非常之多人 留意 like 和留言 那次的姜濤 都很感激 可可樂公司 為姜濤 舉行一次沙會 準備了一個蛋糕 當然蛋糕上面 有一支可可樂 那 凡此種種 這些活動 可可樂 為他作歌 見面會 變成沙會 姜濤 卡 甚至 近日的 短裝可可樂 的promotion 金蓋 喂 又準備多一次 下日的party 邀請一些幸運兒去 那當然這些幸運兒 你拿起金蓋去 去 看看可不可以抽到獎 那這些 無論的post等等 都為姜濤的IG 帶來很大的升幅 還有之後過了100萬 過了 那當然 其中還有幾個效果 譬如可能 就算去到今時今日 姜濤的IG 裡面 都有很多人留意 就是 匯豐銀行的廣告 遠至到 是說 新年期間 姜濤的 promote 即是在 匯豐銀行 用了一個pay me 去當這個利是 給 即是一個環保 少用利是封 或者是這個匯豐保險 都非常之多人看的IG 很多人 去到今時今日都在看我的IG 其實IG 其實都是一個 history 即是一個歷史 姜濤 有時候看IG 除了當然看新post 當然看他的新動態 當然看他的新的動態 當然看他的新的 分享個人生活 對不對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可以看回以前 姜濤的一些post 以及一些歷史 有很多 新成為姜濤的人 都是會 都是會 看回以前的一些post 這樣都很開心 當然 還有一些比較 相對升幅度高的 譬如說 姜濤 去這個 去這個 新加坡 做這個 時尚品牌的一個 廣告活動 這樣 當然那次 帶了媽媽 和親戚 一起去 他們還可以享受 在這個泳池 一起游泳 和媽媽和親戚 都非常之開心 凡是種種的 這些post 都令到姜濤 在近這半年之內 IG的升幅 就上升了100萬 而且 去到近這1至2個月 更加是一個穩定了 穩定的升幅 當然那個升幅 就有上有下 當然 但是 整體性來說 他的IG 已經是趨向穩定 和上升的 所以都是非常之厲害 所以之前 我們在說大半年前 哇 當姜濤的IG 是跌破了100萬 的時候 大家非常之憂慮 大家都非常之不開心 那就覺得 哎呀 慘了 就是 IG跌破100萬 究竟日後 會不會繼續跌下去呢 幸好 在90多萬 這段的日子 就保持得很好 我相信也有不同的人去支持 那時候 高登仔都藉著這個 這個頻道 去安慰大家 其實 姜濤的IG 是不會跌得去哪裡 因為它有一個大量的基礎 而那些基礎就是姜濤給它 而這些 無論是IG也好 Forola也好 點擊數也好 其實在姜濤停了 即是出post一段期間 都可以輕微下跌而已 所以現在姜濤的活動量 播放量 上升得這麼厲害 其實是在說姜濤都有 不同的post 都是有很多人追蹤的 所以其實你反過來想 就算那時候姜濤 都有一個 叫做 就是叫做 少出post的期間 跌過訂閱人數 或者點擊人數 但是如果現在正常來說 其實不用怕的 其實沒有怕的 但是你說這次跌幅是些少 那其實IG是很正常的事情 上上落落 所以我想大家都不用太過擔心 或者憂慮 這件事真的 真的下一次就會上升 還有你看看那個上升速度 很快就會超越了Anson Lo的IG Forola人數 當然 都有一段時間 因為你想一下姜濤 其實讓了別人報列賽有多 你想一下如果那段日子 沒有發生這麼多事情 或者讓賽的事件的話 其實在說姜濤 是已經不知道 可能現在已經超過200萬 我不知道 我亂說的 超過200萬 都不出奇的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所以其實我想在於高登仔 又會幫助姜濤的IG report 是吧 幫助他的Follow人數 其實我們姜濤要怎麼做呢 其實都很簡單 我自己覺得可以有三件事先做 第一 去他的IG那裡 卡一些鈴鐺 當他一出IG post 就馬上通知你 第二件事 一通知你 你就 就不理3、4、20日 先進去LIKE 先給了心心 先給了心心 給完心心之後 就加個comment 加個笑容 其實這些真的是一個 基本的法子 譬如我講的 你怎麼支持我的頻道呢 就是講的 我一出post 你就算聽不聽都好 在我的時間 先進來給個LIKE 首先 留個言 而那個言 不一定要文字的 你給個心心 笑容等等 已經是ok的了 跟著就 如果喜歡的話 那就是 如果在Youtube 就可以給超級感謝 超級留意 一、兩毛錢都可以 但如果在IG 都是同樣道理 他一出post 你進去看完 給LIKE 給comment 已經可以幫個post 推出去 所以其實我想你說 哎 與其 說真的 與其你去 那些人說 介紹多些人 去LIKE 他的帳戶的話 訂閱他的IG帳戶 倒不如他每出一個post 你落力點 去點擊留言讚好 這樣 那可能當作 去多些post 推出去 那可能有很多人 就只看 沒有訂閱都不頂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IG成績 其實你說跌了 但其實我覺得 都相當之好 看回這些內容數據 所以就不用怕 我想慢慢等個日子一個 那姜濤的 即是姜濤那種能力 或者是他出post 或者那種生物 都依然會繼續去上升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繼續努力 那就OK了 好 那今天的姜濤數據排名成績 就是這樣 那明天同一個時間 我們繼續講姜濤的好成績 明天約定你 拜拜